各位大家好 很榮幸受邀有機會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知新品牌台灣計劃兩年的一些經驗 我今天的部分大概分為四個方面 跟大家來進行報告 首先 先跟大家分享說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去發展品牌 那這個部分我們大概是從兩個方面來談 第一個是就順暢本身集團而言來講 那我們這幾年企業也面臨到說 要從B2B開始轉型到B2C 那因為以前我們在做的藥品 大部分大概消作的對象 大部分都是醫生 醫院 診所 那其實健保給付之後 其實現在很多人其實吃到的藥物 根本就不知道是由哪一家廠商 所提供的藥品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大家品牌的知名度就慢慢慢慢的減少 所以我們就會發覺說 我們就必須從B2B開始要轉型到B2C 另外就中藥產業層級的層面來說 那我們也齊舉推動整個中藥產業的升級 讓這個中藥更貼近現代人的生活 讓更多人去了解中藥藥 那這個尤其是年輕人 現在50歲以上的人 大概對於中藥大概都有些了解 但是如果說大概在三四十歲的人來講 可能對於中藥的了解度就非常的少 那我們發覺說 這個我們的客群就越來越減少 所以我們必要在這方面來講 必須要再做一些努力 那接下來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順天堂集團 那順天堂從1946年創立到現在 已經有75年 到今年剛好75週年 那事實上我們也多元的發展 不然是在藥品 食品 那包含到我們自由研究所在做退廣教育 我們也有順天醫藥在做新藥研發 那也有在做寵物漢方 所以在我們這一次 我們在執行計畫的部分就分為兩個項目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集團的品牌這邊很多元化 那怎麼去整合 才對集團後續的發展 會比較有一個零聚力 另外第二個部分 B2C到底 我們以前做B2B比較習慣 那怎麼做B2C 所以我們就選定用 順博寵物漢方這個部分 這完全比較貼近B2C的品牌 來進行測試 我們自己也對這個品牌 多一些的了解 那我們的產品 大家已經行銷很多國家 大家很多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看到黃色的瓶子 那其實早年我們在不同國家 也不同顏色的瓶子 那這幾年我們把它整合 讓大家對於這個黃色瓶子 會有更有印象 我們在行銷目前來講 已經有二十幾個國家跟地區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漢方醫養的概念 就是說為什麼要用中藥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讓大家 能夠去理解說 那中藥跟西藥這邊來講 他們在養生的觀念上面 有什麼不一樣 那首先跟大家分享 這也常常我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會跟學生在分享就是說 那症跟症 是有這兩個症有什麼差別 那像有一個病治旁的這個病症 這是一般常常西醫治療 診斷的一個重要依據 那這個主要其實用在於治病 那中醫講的症其實是症後 所以這部分來講是比較是 站在人的上面的一個治療為主 那以前早期大家不是很清楚 但這一次剛好最近是新冠肺炎 可能很多人就更清楚這個部分 大家以前前面的研究員都是說 想辦法把病毒給殺掉 但是最近你看一下疫苗的部分 就怎麼樣去激發人的免疫能力 去抵抗疾病 那這也是現在的一個趨勢 那漢邦醫療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陰陽調和 那也就是說有一個綜合的概念 所以中藥的基本精神 可能有比較簡單的 讓人家理解的部分 就是含熱虛食的症狀 你可能有含症的人 那你可能就是必須要去補一些溫氧的藥 那你有熱症的人 可能要去吃一些比較涼冷的一個藥物 所以就是變成去做綜合 那寵物中藥上面來講也是一樣 只不過是寵物的體質上面來講 比人來講還偏熱一點 所以有些的狗貓 是不能吃太寒涼的一個中藥材 那這個部分來講 我跟你講就根據個體的特性 來去做一些調整 那這邊再解個例子說 為什麼中藥它有這樣的需求 你可以看到台灣最近 國際法院委員會 其實我們做一個人口調查的部分 台灣已經邁入高年化社會 那這個65歲讓人口越來越多 那65歲讓人口越多 老人化人口越多之後 就會發生什麼問題 舉例來講有很多疾病就會發生 最主要就是骨質疏鬆這一塊 35歲以後 其實就很容易骨質疏鬆 那我們這幾年 剛好進行一些社會公益的活動 那我們就會去幫人家去 我們用超音波骨密魚 去做一些衛教 一些公益的檢測活動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說這30場的一個檢測裡面 陽性3000人的一個數字 你們果然發現到 女性的骨質疏鬆是比 男性的骨質疏鬆是比較嚴重 那的確也跟研究報告顯示的是一樣 35歲以後 就40歲到45歲 40歲以後 其實這個部分可以看到 除了年齡的上升 那骨質疏鬆疏鬆的部分就越來越嚴重 那很多人可能都是沒有注意到說 不容易自覺的感覺到骨鬆的問題 常常都是跌倒以後才知道這個問題存在 所以提前檢測是很重要的 但是檢測到以後又會另外一個問題 很多人驗到以後說 那接下來我怎麼辦 那西藥西醫是一個治療方式 中醫中藥也是一個治療的選擇之一 所以從頭上中醫師其實就有一些藥物 是可以做進行一些治療 那我們自己也做過 取一些藥物 我們來進行一些骨質疏鬆的評估 那的確是看到說 隨著服用中藥之後 那的確它的骨質疏鬆的 Bondensity部分是會 一些Bondensity是會改善的 甚至停止服藥之後 它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那的確在中藥上面來講 對人體是有些很好的幫助 那除了說人體的臨床研究上面 來講看到有些有效果之外 我們進一步去做動物實驗 那我們也看到說 的確對於骨質疏鬆 是的確顯示是有具體的數據 是有幫助的 但是很多人就是變成 對於這些資訊 並不是非常的了解 那我想要推廣中醫藥 就必須要讓更多這些知識 事實上更多人去了解 那另外像漢方醫養 那為什麼我要去做這個 我要吃中藥 那吃中藥來講 它具體的使用的最好的時機是什麼 大家看到處方藥的部分來講 就是在病程的治療來講 醫生處方藥都可以使用 那一些層藥OTC 可以去使用的部分是什麼 在預防期或者在恢復期 都是一個很好的使用時機 那只不過中藥傳統上就是說 你要熬煮花很多時間 那那個定量也不容易 就是我到底要吃多少量 大家也不容易去了解 所以我們這幾天就覺得 發展上面有產品要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就把它變成一個 漢方便利藥的推廣 讓大家在使用上來講 或攜帶上使用上會更便利 其實當年我們的濃縮中藥 起來的部分也是克服了便利的問題點 那只是現代的時代 必須要讓大家更加的便利 那另外一個就是寵物的這塊市場 那台晶園在去年的部分 也有做一個調查報告 那台灣的部分 在去年的部分也看到的是 國內毛小孩的投訴 也是超過小孩的人數 那顯示這個市場也逐漸是受到的 是逐漸的興起 那也需要被受到重視 那很多人就懷疑說 漢方能不能吃 那個寵物可以吃漢方嗎 可以吃中藥嗎 那實際上古時候就有很多的 那個報導上面來講 就有用到中藥 其實隨帶的時候就已經有 所謂的那個寵物醫生的 這個使用上面 那包含在歷史上有很多的典籍 都有記載 譬如說出名的就是元亨鳥馬吉 那這個都有很多用在 把漢方藥用在寵物身上的一個例子 所以我們這幾年也發展寵物產品的部分 包含到它保健食品 包含到寵物零食 那這個都是我們最近在發展的一個情形 那接下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們執行這兩年品牌計畫的這些經驗 那首先剛剛提到的部分 就是我們公司面臨的必須要進行轉型 那這個轉型過程當中來講 我們因為品牌也很多元化 那首先我們也必須要進行品牌上的整合 那這兩個做完之後 其實還很 像75年的老公司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們必須要強化內外部的溝通 那一般的話 我們會發覺到一個說你想要變 但是你的客戶可能會覺得 以不變應萬變可能是一件好事 那同仁可能也不會那麼積極要去變動 所以這時候我要講 我們就是要大家要凝聚公事 那所以我們來說一下在順利 我們在執行這計畫裡面剛剛提到 一個是集團品牌的審核 另外一個是Q寶這個品牌的發展 那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品牌的審核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 我們是自己跟顧問公司就要討論 自己先反共自行 到底我們自己認為說自己的這個品牌 好像有一點價值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我們就首先跟顧問公司這邊 去做了一些問卷調查 那500位的20歲以上的消費者 那我們發覺這調查下來之後 我們自己覺得還滿高興的 76%人是知道順天堂 那代表我們還是有一定的知名度 雖然其實我們公司在執行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根本搞不清楚什麼叫品牌 我們知道順天堂就是一個三角形 就是一個logo 其實大家對品牌的概念是模糊的 那接下來這個部分來講 當然要問 那你知道順天堂 但是你知道順天堂在賣什麼嗎 那這時候我們就發覺到有問題了 很多人知道說順天堂就不是要賣中藥 那你知道到底是在賣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我要吃順天堂的東西 其實大家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想對於 消費者對於品牌的了解程度就是不足的 我們發覺這個知識度指標 這個部分是比較差的 所以我們就訂出來我們的一個目標 我們期許說我們整個的品牌的知識度是有所提升 讓自己的品牌變成一個強勢的品牌 那我們訂好這樣子的目標 那當然這個在這個發展當中裡面也很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必須要去跟顧問公司去討論出來 我們整個的品牌的定位 包含到品牌的願景 那品牌的承諾 那品牌的感覺 品牌的價值 還有品牌的個性 那我們自己跟顧問公司 我們大概團隊跟顧問公司做了很多很多討論 把這些給定義出來 像譬如說我們的品牌價值希望是一個領導地位 也希望是說是重要的準則 我們也希望帶給大家健康 那在討論過程當中跟大家分享以後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一個部分 其實是在於品牌的承諾者這個部分 前面這個我們每天都要證明自己 我們選擇的是高品質原料 無可避免的專業技術 這個大家都沒有爭議 那原本我們在定義品牌承諾上面來講 我們希望是一個長期健康的照護 因為中藥給人家感覺是這樣子 那後來大家討論的結果就覺得說 這樣不行 這樣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其實很多的中藥其實並不是要吃很久 才會有改善效果 其實很快的 有些只要對到症 其實它效果是很好的 那另外一個 我為什麼要去吃它 我是希望說能夠有所改善 但是很多人都是覺得說 中藥在改善上面來講 大家都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把它這個品牌 承諾這個部分來講 大家重新再做一個調整 那就是定位在於說 緩解 治癒 修復健康 那剛好我們在在執行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面臨到了COVID-19這個挑戰 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剛好是有哪一個機會呢 剛好我們承接了記傳的國家中藥研究所 在一個中藥治療COVID-19的一個成果 那我們就拿到了外銷專用證 因為台灣管制得很好 台灣的需求比較少 那我們就 那個重點國外很嚴重 所以我們把它跟政府爭取了一個 取得了外銷專用證 然後就到海外去發展 那在這個方面 我們也發展這個產品的定位 就從B to B的相反上到B to C 那你要讓老外能夠希望吃中藥 那中藥不一定都要熱的喝 你也可以涼涼的喝 那這時候口味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們就訂出來說 吉福冷水可溶這樣子的 又攪胃過的一個產品 那另外資訊怎麼讓大家很多人知道 它必須要透明化 所以我們建立了網站 然後就是一個台灣青華 我們現在有六種語言的網站 讓國際間很多人就比較容易知道 這支產品 那所以最近來講 那個需求也逐漸的增加 那另外還有一些保健的茶報 都是從這樣的發展 那接下來的部分來講 是一個Q寶的產品的 保健食品的發展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 一樣我們也要去做品牌的定位 包含到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品牌願景 是改變寵物 那個呵護寵物 寵物氏族 呵護寵物的方式 那我們的Slogan 那個Because I love my pet 這個都要定位清楚 那我們也建立品牌的故事 那我們設計一些卡通人路 然後讓大家會更有概念 那我們在一些展場的形象上面來講 有別於傳統中藥比較 那個傳統概念 我們希望比較亮麗 然後又把原本公司的黃色 又設計在這裡面 跟品牌跟集團的部分有做一個結合 希望是要對品牌產生情感上的共鳴 我們在設計一些的 那另外我們在調查後發覺說 最近養寵物的人不一定 那個都有年輕化的趨勢 那這些年輕人現在連Facebook都不用 所以他們用的很多人是IG 所以我們發覺說 我們就是必須要去先建立那個IG 那我們用IG的部分 用很多可愛的圖貼 去吸引年輕的消費者 讓他們去對我們來講多一些的了解 那當然知識性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整公司 整個集團上面來講 我們很重視這個知識性 正確的用藥是很重要 不然保健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有一些教育的資訊給人家 那現在目前來講 經營的結果還不錯 就是有透過在IG的經營之後 有導流 有集粉 有互動的情況之下 那有效的大概都有一些的成長 那最後的部分來講 我們很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團隊 來上品牌課程 那我們也上了品牌通識課程 讓參與跟品牌有相關的團隊的公司成員 大家一起來了解品牌是怎麼一回事 建立正確的品牌觀念 那另外 經營團隊 我們也 最近也建立了 那我們最後的結論 大概講 我們是兩年的一個品牌專案 讓我們 第一個 更了解品牌 第二個部分 由高階主管的 主建的品牌團隊 這個部分是有助於強化 內部的共識與溝通 那第三個在Q寶的一個 寵物漢方的保健食品 包括V2C的部分來講 透過寵物產 我們也跟消費者有更好互動 不然公司以前做V2V 我們不懂得 不熟悉如何 怎麼樣跟消費者來進行溝通 那最後我想我們還有很多 這條路 品牌剛剛建立 就是品牌團隊剛剛建立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 必須要再往下繼續走下去 所以期待後續我們可以走得更順利 好 那我這邊跟大家分享 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 我們再見